美国还太平洋军演正式开始 几乎就在美国军演开始的同一瞬间 他们最害怕的一艘中国军舰已经穿过宫古海峡进入太平洋了 欢迎各位收看本期迷彩虎 我是虎哥 那最近网上突然多出来了一个梗 内容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美国军舰说 请各舰挑到加米伯顿 日本军舰说 请再说一遍 这边没听清楚 中国的815A说 他让你们挑战到加密伯顿 这个端子是真是假 不好说 但是815A确实快给美国人搞出来心理阴影了 815电子侦察船 解放军目前最顶部的军舰 从各大视频网站到各个营销号都是常客 有事没事出海溜达一圈 要么去日本转转 要么去澳大利亚看看 如果有什么美国军演 也得去帮帮场子 往往美国人搞了五国联合军演 到场的国家包括美国 韩国 日本 加拿大 澳大利亚 以及中国 成功证明了四大天王有五个这一真理 被网友称之为 海上该溜达 硬要借扛把子 作为我国目前性能最强大的侦察船之一 815A每次出现都能让美国的联合军演搞得很不舒服 毕竟只要你去军演 美国就需要动用电子设备 动用电子设备就会发出电子信号 而815A具备极强的电磁 通信探测和截取能力 可以完整的记录美国军舰上面的一切电子信号 如果继续军演 那么美国的底裤是什么颜色都会被我记录下来 驱赶呢 有驱赶不走 跑呢 又跑不过 至于打 那是不可能的 现在又不是战争时期 动手打是要负责任的 反正现在美国人是不敢负责这个责任 就比如2019年美绕三国海军在澳大利亚组织的护身军刀 2019军演 紧接着一艘815A电子侦察船突然出现 然后直接跟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的军舰搞了一个合影 那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中国也被美国人给邀请了 同样的事情发生不止一次 最近一次6月27日 美国主导的环大名2024多国海上联合体验正式开始 那为了证明自己是亚太抗霸子的 美国拉来了20多个国家进行粉丝军演 在军演收尾的时候 还要当着这些国家的面击沉一艘大型船航母 证明自己有击沉中国航母的实力 虽然美国人说的是信心满满啊 但他们那种心中还是有一个忧虑 这个忧虑就是815A 可千万别来啊 毕竟当初护身军刀2019军演的时候 因为815A来了 整个联合舰队直接进入无限电进入状态 停止军演 只不过上次都是美国和美国的小弟 问题不算大 这次20多个国家要丢人就真丢人到国外了 魂太军演开始前后 中国海军山东号航空母舰 零五母驱逐舰等十几艘主力舰艇 分批前往南海东海台海日本海等地 和美国进行对练 看这个架势在美国人放松了呀 太好了 中国这次没派815A可以进行演习了 然而还没等他们高兴多久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部就 发布了一个消息 大 815A来了 6月27日到6月30日期间 有一艘中国的815A电子侦察船 偷偷穿过了第一岛链 目前已经到了太平洋 这艘是795号天拳兴建 只能说美国人高兴的有点太早了 都说了我们的815A是海上该溜子 硬腰界扛把子 美国人搞这么大的军演 我们可能不来吗 不来像话吗 虽然说目前还不确定795号天拳兴建 是否会真的去夏威夷参加一下环太平洋军演 但是穿过宫古海峡进入太平洋的举动 必然会让美国人感到紧张 别说是美国人的 就连美国人拉来的20国联军 要是被天拳兴建摸一下来也不好受啊 以前被中国的电子侦察船盯上去 丢失的最多就是自己和自己小弟战舰的数据 这次20国海军集结 其中步伐欧洲国家的主力舰 如果美国人无视天拳兴 强行进行演习 那么这20国的所有主力舰上面的各种舰载雷达 电子系统和通信信息 就会被天拳兴建大包收下 这些国家来美国是为了给美国人面子 看在美国势力强大能保护小弟的份上 如果美国人无法保护小弟 让他们的军事机密 拳头轻松进中国手里 那么以后美国也就别指望自己 能拉出来任何形式的包围网了 如果管了 考虑到815位的性能 除了击沉 你就没第二种应对方式 所以现在美国陷入了一个 进退两难的境地 你是要保面子 还是要保里子 顺带一提 就算美国保了面子 要是李子丢了 最后这个面子 那也是保不住啊